全油管最快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好滩镇急镇南向发生一起疑似因使用煤炭炉取暖中毒事件。 初步调查表明,五人中毒,两人不幸丧生,两人抢救无效后离世,一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定边县政府正全力做好善后工作,提醒大家,在取暖季节,散煤使用不规范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敬请严格规范使用,珍惜生命,防患于未然。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事。